叶锦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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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多謝主席 麻煩612中信的片段 這樣我會背景播放 亦都不用出聲 首先很感謝PK先生 今天過來 出席我們的會議 終於可以見到你路山真面目 亦都很感謝 今天的議會安排了 PK鄧先生在2點39分到場 因為平時要找警察很辛苦 39分鐘都可以不見人 這樣我們區議員做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找警察 為什麼呢? 社區裡面有很多的暴力行為 例如藍絲暴徒 走去攻擊善良的街坊等等 很多這樣的情況 以前是會求警協助的 但現在就不敢了 因為警察原來是拘捕了一些 那些犯是會放的 我想問一問PK先生 你的 你作為警務處處長 是不是你的下屬所做的事 都是由你授權去做的 請你回答 請你回答 大會處處長 麻煩阿主長 好了 是還是不是 首先我想是 看看高度 不用先看片 是還是不是 答了你的問題 阿主席 我想我們不能夠 只是 主席他沒有答過問題 這個是誤導性 我會 是還是不是 根據警隊條例 這個警務處處長 是不是 等同 是授權了他的 所有下屬的行為 下屬的行為 是不是警務處長負責 請警務處長回答 下屬問題是否警務處長負責 請警務處長回答 好了 那我作為警務處長 我是對警隊一切的 都是你終極的責任 多謝你 麻煩你 這樣接著下來 第二條問題就是 首先我要問的就是 關於不反對通知書問題 我是一個民陣的 民間人權陣線的移務的思議 在6月12號的當日 我們民間人權陣線 在這個中信的外圍 是進行著一個 是已經向警方申請了 不反對通知書的一個 一個的示威 一個的集會 但是在這個警察 是沒有通知到 不反對通知書 申請人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在施放催淚彈 向著和平的市民 令到在這個中信門口 出現差些人踩人的情況 請問是不是 鄧炳強 署長 你是會完全負責 你作為時任的 你作為現任的警務處長 多謝你 是麻煩了 鄧先生 首先就是 嚴議員 我就不同意你的說法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警方 就是向和平的示威者 就是釋放催淚彈 我是不同意的 當日 大家都知道 大約三點鐘左右 有人 我自己訂專頭 襲擊警務人員 請你回答我 主席 請處長回答我 這個中信的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在當時已經宣佈失效 如果他已經宣佈失效 他有沒有聯絡到不反對通知書的持有人 主席 我希望他作答 但是我未答完的時間 又被人打斷我感動遺憾 那可不可以讓我完成我的答案呢 請處長作答 很簡單 中信的不反對通知書 當時有沒有終止 而沒有終止 三點鐘你們又要放催淚彈又如何呢 但是當日那個情況 其實現在監警會已經進行一個調查 為了不要進行一個調查 我想這個詳細 每一刻每一節 這個都不便在這裏講了 但是都是有些重要的支持 在這裏不講不行的 是當日 中信橋的情況 就是由於主辦單位 是呼籲那些人進去 中信大廈造成混亂的 其實當時 主席 我沒有詢問他關於中信橋的情況 我們是要詢問 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已經失效 這件事是很實際的 這件事其實是說實際的 如果你說是失效就失效 那你就是告訴全香港的人 以後不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因為警方不反對通知書是廢的 還有就是所有警察 你們如果是這個 用電筒襲擊這個警務人員 是成事的話 請處長你馬上是要求 所有的警方是要暫停 是要停止使用這個光 這個強光對著所有的公眾人士 包括記者和市民 先答了中信的不反對通知書 當時是不是先失效 好嗎 當時呢 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這個情況 是我們有一個監警會在調查 這個其中是一個重點來的 我想應該就留給監警會那裡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和監警會交代了 那我覺得呢 我就不應該在這個場合裡面去講這些事情 因為主席 我要求他立即交代 他要向議會交代 因為這件事是在中西區發生的 是 我們今天問題都是集中中西區 麻煩處長有沒有都講 但我已經回答了 因為這個可能會影響人後的調查 請主席記錄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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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處長是拒絕回答 不反對通知書這個制度 是否已經完全失望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不反對通知書這個制度 是非常健全的 你現在說的是針對個別的事件 那不是個別事件 12月8號的民陣遊行 不打街的時候 我當時也是民陣的司儀 也是後任的中西區區議員 你們的指揮官 在沒有通知不反對通知書 持有人陳浩媛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不打街報防 而且我們是拿著一張不反對通知書 叫你打電話過來給陳浩媛 然後你們那些人 都仍在那裏報防 仍是用強光照射著我 和陳浩媛 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士 和記者 是否構成襲擊罪 請主席你回答 是還是不是 我想有不反對通知書 不代表你做任何事都是合法的 那麼警察向市民去射強光 是否犯法 是還是不是 我想葉議員 如果我們在議會 他應該做了一個理性的討論 就不是一個謾罵式 是一定不是的 主席 主席請你裁決 我叫他答 yes no question 是否謾罵 遺憾 問多一條 剛才我複述業員的 警察射強光是否違法 能不能回答 我想我們不能夠這樣說 警察射強光是否違法 因為你看什麼情況 底下是放什麼強光 那時候是不是要制服這個犯人 是不是要照明 我想我們作為一個理性的人 都不能夠憑一句說 對還是不對 主席 這個是常識來的 主席 主席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上嘴問 不過不行 我交給下一位 任家業 好 然後下一位 是否任家業 感谢观看